我個人是今天來參加午宴之前 已經斷食了36個小時 不會碰到明天啦 不會這麼想 今天可以開始吃了 但我前幾天 我造型師就比我還要在乎 就是整個東西 然後他就 那天突然傳給我一個說 明天適合的顏色是 綠色跟什麼青色之類的 我現在給我去買那個青色內褲 因為我為了青華獎已經斷食很久了 所以就今天想說 反正今天吃的也不會胖回來 明天還OK 可是那明天的禮服啊 我們待會再聊一天 就不會胖到明天啦 我也是這麼想 今天可以開始吃了 因為就想說 難得的機會可以走紅毯 然後又是第一次入圍三斤 所以希望紅毯還是可以美美的給大家看 剛剛在門口很像我們的同樂會 我們超像幼稚園在外面聊天 然後一直有園長在說 快進來囉 所以我們的氣氛就是 像剛剛大家說的一樣很歡樂 然後很享受這個時光 應該會帶一個那個金馬的小掛飾 所以我那天應該把它藏在我的裙子裡 它比鋼筆好長 它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小吊式 小金馬這樣 我跟妳說鋼筆不好處理 鋼筆藏在鋼筆 沒有啦 我沒有要亂講 沒有開玩笑 你亂講話 妳在看藝賀總 妳剛剛說什麼 討厭 但我前幾天 我造型師就比我還要在乎 就是整個東西 然後她就那天突然傳給我一個說 明天適合的顏色是綠色跟什麼青色之外 她就說 我現在給我去買那個青色的內褲喔 我說 的內褲 因為我們衣服都已經訂好了 就沒辦法那個 對 然後我就買了一件青色的內褲 然後我就買了一件青色的內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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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